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是走漠 这是要试试咱们的各种网络 这核心秘密啊 这未来告诉你们 咱们这各种网络都被他们害谈 这个我刚公布的我那个律师 那个律师的网也被他们给害谈了 我衬衫漂亮 特做的 我设计的 可以让大家展示一下 可以展示一下 看明白了吗 这都是我设计的 超漂亮 这个布料都是特别设计的 都是特别 看着是黑的 但是大家可以看我过去的直播节目当中 基本上不超过两次重复过衣服 连内裤也没重复过 都是新的 为了表示对大家的注意 刚才欺负助理 我的助理就是 现在反映了点问题 没欺负他 我不是直播 我是在测试 我是测试 各种网络 各种网络 各种方式 刚才今天看到第一次的时候 那个网就被他们给害谈了 咱们实际上16分钟 但是上网11分钟 刚才我也删掉了 他们现在通过各种方式 来害我们的 害进我们的这个网络 咱现在跟他们斗智斗勇 咱们的成本没那么高 他们的成本高 他们的成本可惜都是 到过咱们拿咱们老百姓的钱 这是有问题的 现在很好 就这几分钟好 他们没反应过来呢 这五毛七毛们 我不是属羊子 我属狗子 训斥助理人家要投共 他投不了共 他是香港人 他投什么共啊 共还不要他呢 中国共产党从来不相信香港人 千万俱乐 聊聊那三马冲锋枪 这是警察 那些警察去的 严格讲是警察 这个 他们约我 台湾的老流氓 刘家昌 这个 帮助台湾的一个黑社会 还有菲律宾的总统 这个 想把我灭了 也是一个经济纠纷 然后 他们就写了信 叫朱镕基 把我抓起来 然后呢 不灵 然后就约了我在香港 先葛里拉酒店吃饭 我去了我才知道 一桌子人 一二十个 结果就把向华强先生 和他夫人给叫来了 然后他们叫了一起 那些黄毛啊 金毛啊 什么的 然后喝差不多了 那天向华强先生 拿一大瓶酒 好酒 很给向华强 跟刘家昌面子 结果我才明白 这香港叫摆台子 黑社会摆台子 我说这什么意思啊 后来一家昌说 你知道吗 这事儿要不行 那什么人就弄死你了 我一听 我就火大发了 这个 所以说 那我也打电话 找几个人过来 找几个人 警察来的 拿冲锋枪 杀人准备好了 保护我 知道他们动手 全给他灭了 结果那天 我一再挑衅 没动手啊 这个这个这个 一直想他们动手 没动手 那他动手 全给他打成筛子 我跟你说 什么用 什么黑社会 不怕死 不怕死 当什么黑社会啊 哎呀 什么黑社会啊 拿着刀砍没有刀的人 有种的人叫人家拿起刀 你拿刀 或你不拿刀 给人砍 那叫黑社会 那黑社会电影 香港拍的都是自己拿一刀 拿一枪 对那没刀没枪 砍 那叫黑社会嘛 那叫流氓 黑社会是有品的 你知道吗 黑社会是有品的 那开玩笑嘛 哎呦 吓唬人的都是 黑社会 你拿着冲锋枪 你看他当黑社会 那比谁跑都快 我告诉你 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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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什么样的黑社会 在共产党面前 那都是 那都是小蚂蚁 谢谢啊 谢谢啊 台湾肯定不去 台湾早就成了 咱们的盗国贼们 流氓们 哪还有台湾了 台湾早就沦陷了 香港正在沦陷中 哎呀 是啊 你说那黑社会的那刘家昌 个老流氓 在那摆台子 吓唬那些美种的 到处偏吃偏喝的 哎呀 他帮人家去要数 拿50%的佣金 结果遇到我了 哎呦 这还种老流氓 饭都混不着吃 台湾也不能待 一天天的 天天咱俩就唱他那什么歌 哎呀 这种人啊 混子 现在人千万别多 被影响大家睡觉 咱试试网络呢 不需要太多人 咱们试试网络 拍电影干嘛啊 不让拍 我女儿老是说拍我 千万不能让她拍 有什么呀 百年以后谁记得你啊 这五百人朋友里边 你们谁记得秦始皇啊 谁知道清朝的皇帝是谁啊 凡是那些什么 要创造历史啊 名垂青史啊 什么叫人们记住啊 拍个电影啊 这都是愚蠢至极 佛家讲的很清楚 贪臣吃慢疑 那都是一种贪明 贪明之人哪 是最可怜的 还有贪泉之人更可怜的 百年以后都成黄土 什么意思啊 对 郭美归来拍的特别好 特别好 这还叫郭文贵啊 对吧太可爱了 你们真的不知道 你们不懂得 此时文贵懂得什么最重要 推友最重要 这个现代的科技的文明时代 让我们大家走在一起 最真诚 没有任何人 没有利益 没有利用 很真诚 想说什么说什么 没人操作 多好啊 怎么那么多人关心景田背景啊 关心他干啥 没什么了不起的啊 人家是个很普通人 让人家 人家走演艺圈 让人家走呗 干嘛去 一份闹明白呀 揭穿人家呀 冯伦先生我跟他无仇无冤呐 这个我不说人家 人家从来不得罪我 我也不说人家 所以说不说 不像潘石屹 他曾经想把我的项目想给拿走 想抢走 那这必须得说他吧 所以说咱们不能 无缘无故的造孽呀 是不是 才相信姻缘 我们和他今天 我的女助理很酷 是吗 没感觉到他旁边 听不懂我说话 你笑什么 你以为你听懂了什么 很多人听你说话呢 还以为我虐待你 刚才你的这种表现 浪费我退友的时间 应该把你从楼上扔下去 潘石屹不是个笑眠虎 是个伪君子 他不太 他不配用虎字 他叫那个 你要用虎的 就那个 那个马马虎虎 马马虎虎 你助理太漂亮 哟 太漂亮了 人家说你太漂亮了 哇塞 是 谢谢啊 我现在谢谢你们 你们老关心我助理干嘛啊 你关心文贵吧 我关心我助理干嘛啊 雷洋我说起来真难受 这雷洋 有一个当事人 现在不让我透露 说雷洋在验尸的时候 这个十几个一生 然后呢一开始去了五六个警察 然后就在那骂骂唧唧的 说你们这帮丫顶的 闭嘴啊 别说话 别敢胡说八道一句 叫你们全家完蛋 你说这是警察吗 这不就流氓了 后来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 是一个我们中央过去一个元首的家人 看不下去了 他是里面最重要的十一个人之一 这个是一个这个这个专业医生 说你们不要对我那么说话那么粗鲁 不要这个嘴带着脏字 到着骂骂唧唧 一帮的人 几个兔脑瓜子 外号屠夫的北京行医总的人 骂骂唧唧在那 说闭嘴啊 这个小心点啊 别向我弄死你丫顶的啊 不行我把你全家灭了啊 你说有多可怕啊 你说这些流氓简直是 这些流氓啊 人家雷洋就 但凡有一点这个天下存着 这个上天存着神的话 雷洋一定把这些人 要把他们在梦中掐死他们 一定要掐死他们 太坏了 就验你尸体的时候 他们也不放过 就在那对待着这些医生 黑社会 黑社会是很多人受尊敬的 是讲规则的 他也是讲规则的 黑社会社会上最烂的叫痞子 然后第二个倒数 第二个叫流氓 第三个叫黑社会 黑社会是极别的 他们哪配叫黑社会 欺负一个死去的人呐 死去的人呐 他们就这么对待人家呀 我的耳机就是为了 对待这个 没什么 没人指挥我 我从小来没人能指挥我 还说什么 曾庆红江泽民背景 对不起我也不配 他也甭想 我这一辈子谁也甭想指挥我 门都没有 哎呀 蓝洋的事情 让人太伤心了 他一个无辜的孩子 一个这么纯粹的孩子 天天喊着爱党的孩子 爱国的孩子 结果死成那样 最后在咽尸体的时候 我听到人一个讲 简直难受死了 这些人有一点人心 也不能这么对待人家呀 甲庆林 我背后的 哎哟 甲庆林 甲庆林 到时候就是把我 喽叨我收走了 还能是甲庆林吗 他怎么会理我呀 我这点钱 还不够人家家里面 喝瓶酒的呢 我眼睛2.5 狗眼 没问题 高智晟先生 我一直在保持着联系 非常好 特别敬佩 天人 李克强 我背后李克强 现在我背后李克强 我就完了 悠着点齐哥 好 薛华强跟我没瓜哥 就那天一次 他我相信他是完全不了解怎么回事 被这个刘家昌弄去 到那去站场子去了 哎 被人家利用 因为香王翔夫妇两个特讲义气 人家是真讲义气 这个当年他在台湾避难的时候 刘家昌帮过他 就那天去摆台子 叫黑社会摆台子 吓唬我去了 哎哟 你想想 咱怕死能走这条路吗 怕死忆先生的微博不让评论 你说有啥不敢评论 评论呗 评论你说有啥怕的 怕就有鬼嘛 是不是啊 哎呀 不可思议啊 余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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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是个好领导 但是 人家能理我吗 李遥不知道 傅老大 傅政华现在 你别看他又上主题台又得瑟了 他会死得很惨很惨的 他要不死 天下没公平啊 十几亿人民不会答应的 九千万党员 九千万党员 有几个不恨他的呀 有几个不恨他的呀 谁不想弄死他呀 他镇压的是谁 镇压的是九千万党员 他绑架了两百多万的 咱们国家的这种公安干警的力量 必死无疑 不管谁保护他 他都一定是这结局 刘芳菲老公是被弄死了 听说了 哎呀 真是啊 很可怜 推友们你们千万别觉得 你们现在说的话挺安全 然后呢 未来这事不会发生你们身上 一定记住文贵说的话 文贵的今天就有可能是你们的明天 就是你们的明天 一定要坚信不移 我在香港的时候 我在国内的时候 我跟所有的富豪 我告诉他们 千万不要幻想 今天这个社会的所有的事情 实际上都跟我们有关 我们做的孽 就会在社会上发酵 会回到我们的子孙身上 你看 这事又黑我呢 又黑我呢 又黑我呢 你看 然后 社会上你所有默示的事情 早晚一天就会发生到我们每个人身上 郭文贵现在已经成为其中之一了 希望推友们一定要记住 千万别玩嘴皮子 什么都要行动 要敢于行动 像香港七百万人 在那么大点地方 那些人到那去办案去 搜家去 查账号 敲诈勒索 你看不见 你不知道 哪一天香港人不被边控 不被抓呀 为什么就没人敢说话呀 这就是一个灾难呐 灾难呐 灾难呐 我们香港那小明星 跟那个警察睡完觉以后 警察还得打开了灯 把人家腿给掰开 然后好好的研究 然后拍照 为什么 告诉他 你敢惹我 你进大陆就让你消失 香港人守法呀 老实啊 要吃这晚饭呢 老板把他献给了大陆警察了 献给了国安了 他不干行吗 可怜不可怜呐 砍了 所以刚才咱找到正点了 刚才发来的那个信息 就是 还是不行是吧 断了断了 我站接力听 晚上听不到 我是用WiFi 你是用Data 我们应该是不同的 他再来一把 啊 我应该是出对了 我应该是出对了 这些一些 如果我应该是拿去 我应该是用Data 我应该是用Data 我应该是用Data